说到东北气氛的影响 各地感受到明显的风势 像是在台中有一位驾驶开车送货到苗栗 行进台一线通宵路段 风势太过强劲 叫货车被吹偏了 撞向路旁电线杆 车头严重受损 这名驾驶一度受困 路口监视器拍下一辆蓝色小货车行驶途中 直撞路旁电线杆 撞击瞬间打风玻璃整片飞出 地面扬起大量尘土 车体零件四处焚飞 蓝色小货车车头撞凹变形驾驶受困车内 消防人员到场利用破坏器材破坏车门才将人救出送医 事发在二号下午两点多 根据中央气象局侦测资料 当天苗栗通宵测得最大风速有七级 没想到强风一吹 酿成致状意外 当天黄信驾驶从台中开车送货到苗栗 行经台一线124.5K通宵路段 因为风势太大 导致小货车被强风吹到偏离车道 撞上路旁电线杆驾驶手脚受伤 送医治疗后 索性没有生命危险 记得彭王旭 美丽报道 给你的口罄